嗨,大家好,我是松喜老师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将Google Keep的文字 结合Google简报 来一起做使用 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文字 加进来Google文件中了 那现在我们要结合 Google简报 那怎么做呢? 首先,请新增分页 右上方灰色 九宫格 等一下,我们找到简报 请你新增一个简报 彩色十字 或者是右下角的彩色十字 都可以新增一个简报 好,这个都可以关掉 主题关掉 这个对话框 我们可以把它用框起来 滑鼠在空白的地方 点滑鼠左边键 框起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按Delete键 删掉 Delete键盘上面的Delete键删掉 好,回到我们Google文件 那上次我们是选择这个 就是被太阳晒的一个足语 好,反白之后呢 按滑鼠右边键复制 或者是你可以按快速键 Ctrl加C也没问题 好,复制 复制完之后我们回到简报 你可以直接按右边键 滑鼠右边键贴上 这时候我们的字就上来啰 那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足语呢 还记得吗 插入 音讯 好,这里有个被太阳晒 还记得我们转成MP3吧 选取 好,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放到边边来 好,被太阳晒的足语 好,那加进来之后呢 即使被太阳晒 我们还可以再让它更丰富一点 不过我们现在先这样就好了 那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声音档的资料夹 我们再新增一个分页 点选灰色九宫阁云端硬碟 我们来确认一下 我们的这个录音档 有没有按 有没有跟别人共用 按右边键 好,按右边键 共用 再次确认一下 有没有知道连结的任何人都可以检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 好,我们下期再见